飆 geometrii 漂亮 完美啊 就没有那个 �zo尸咕咕咕咕咕咕 就是那个 塑胶敲打塑胶的声音 现在只有单纯风扇的召音 完美 这样算是成功啦 完美 當然 當然如果要多花一點錢 然後去挑一個更好的風扇 可能多兩倍三倍價錢的風扇 也是OK啦 但是我想說盡可能讓我們的燈光 不要再貴更多了 就是一個漂亮便宜好用的燈光 照音就是看個人喜好 當然我們的風扇也可以去挑更貴更好更安靜 當然我們的風扇也可以去挑那種更貴更好更安靜 當然我們的風扇也是可以挑那種更貴更好更安靜 但是我們的價格就會又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我想說因為個人需求不太一樣 如果你的使用需求不會需要把這個燈放靠近 然後又有麥克風在旁邊 那其實這個噪音其實是非常OK的 因為你這種大挖術的不太會靠在人的旁邊吧 你這樣子人就會燒傷 所以就是好啦算是改裝成功 當然你如果想要再買更貴更安靜更好的風扇也是可以啦 就是非常容易去改裝它 那對 當然你如果要買更貴更好更安靜的風扇也是可以 那但是我們的價格就會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我的用途呢這個風扇的噪音就比較不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不是放在人的旁邊要很靠近麥克風來收音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這種大瓦數的放遠遠的這種噪音真的是還OK啦 那當然你如果要買更好的更貴更安靜的風扇也是可以買得到 那你也是可以輕鬆的自己去改裝跟安裝 但是就是看大家的使用需求啊 如果你真的需要把這個燈封到你的人旁邊然後這樣子收音的話 那你可以去買一個更好的風扇裝上去會好很多 那但是我可能用途是放在可能兩三公尺之外 所以這個比較不是個大問題 好啦那這就我們 那這盞燈 那我之前有做一個 那我之前有做一支 那我之前有做一支Aperture 300D然後跟這一盞燈的比較影片有興趣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連結自己研究看看 那我之前有做一支Aperture 300D然後跟這一盞燈的比較影片有興趣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連結自己研究看看 那我之前有做一支 那我之前也有做一支影片關於這個Aperture 300D Mark II跟我們Rawai的比較影片啊 這一盞燈真的是完勝啦 有興趣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連結自己研究一下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 那之前有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Rawai跟Aperture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Rawai跟Aperture的比較影片啊 真的Rawai完勝啦 有興趣那個影片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有興趣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Aperture 那我之前也有做一支Aperture跟Rawai 那我之前也有做一支Aperture跟Rawai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Aperture跟Rawai的比較影片啊 那真的Rawai完勝 有興趣那個影片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自己去研究一下吧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Aperture跟Rawai 那之前我有做一支Aperture跟Rawai的比較影片啊 那真的Rawai完勝 那這支影片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думаю我會放在上方連結